嗨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Huan 前陣子我朋友委託我 幫忙他整修家裡的兩台老電腦 年紀大概10年有了 而其中有一台壞掉,另外一台還可以用 但是就是跑的比較慢 所以問我說能不能把兩台變成一台用 因為主要是給家裡的長輩做文書用途 可能就上個網啊,然後看個股票之類的 所以能省則省,看可不可以沿用 然後對方同時也跟我說 因為畢竟電腦也老舊了 要整理成可以用的也是比較強能所難 所以真的不行也沒關係 那作為一個時常泡栽二手零件的玩家 之前就跟大家分享過 電腦能不能退休 我自己是有一套嚴格的審查標準的 假設這兩台電腦的年紀剛好是10年左右 很多人其實聽到這個數字 就會下意識的覺得可以拿去回收了 只是他沒有講它是電子垃圾而已 但如果我們用嚴謹的數據去探討 從電腦與人類的年紀對照表中 可以看到10年的電腦 對應大概是50歲左右的人類年齡 也才差不多年過半百 還算是身體硬朗的歲數 並且我們再納入台灣的勞退新製作計算 綜合評估下來 區區一台10年的老電腦 起碼還可以再用個10年 甚至15年再退休才算是合理 所以照這樣來看 他們未來是還有好一段路要走的 繼續為人類貢獻它的價值 那今天主要就是做個紀錄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整理老電腦的一些流程 希望能幫助到大家,讓我們一起成為人血無情的冠老闆 那就讓我們趕快繼續做事來開始 在實際動工之前,我們要先了解 並不是隨便拿兩台電腦 就可以把它們併在一起 原因在於相容性的問題 而其中又會包括平台的不同或是世代的不同 舉例來說平台不同 像是處理器的品牌不一樣 就沒辦法做轉移 Intel的處理器沒辦法裝在AMD的主機板上 相反的AMD的處理器也不相容於Intel的主機板 然後不同的四代也會產生隔閡 像Intel如果你是四代跟六代的處理器 比如分別搭載i5-4690 和i5-6400的兩台電腦 它們之間只相隔了一代 但是在規格上卻有成很大不同 水準CPU的角位改變了 所以兩者的主機板就沒辦法通用 再來記憶體也從DDR3轉變到DDR4 一樣無法沿用 所以假設你想從四代升級到六代 起碼處理器主機板和記憶體都得換掉 頂多就是沿用個顯卡、硬碟以及機殼電源等等 但一般來說換掉CPU的主機板 就等同樣換掉半台電腦了 所以這是我們前期的工作 也是要先確認這台電腦 有哪些零件是可以通用的 那我們現在看左邊這一台 直接拆開內部的零件 那時候的機殼 很流行的散熱模式 會從側板做進氣 像它這邊就裝了兩顆12公分的風扇 但缺點就是接線比較麻煩 你還拆側板的時候 還要去留意不去扯到風扇線 然後它也沒有做防塵 所以內部的灰塵量自然是比較可觀 那目測來看這台電腦使用的是AMD平台 從風扇和主機板的扣距就可以看得出來 如果是Intel的話就是萬年的原廠扇 然後搭配四邊的卡榫做固定 所以很好辨別 從旁邊主機板的字樣 寫著AM3Sport 可以進一步的確認它是AMD的平台 因為是採用AM3角位的 確實是有一定的年紀 記憶體部分配了單條DDR3 4G 然後比較讓我注意的是它的其他配備 像是它的顯卡型號是GT630 以老電腦來說還算不錯 並且它是有加裝SSD的 以那個時候的年代來說並不常見 所以沒意外的話是後來做升級的 那接著就直接先來開機 看看它的情況如何 那開機通電後風扇開始運轉 但沒有顯示畫面 這時候給大家聽一下電腦運作的聲音 可以發現它的風扇聲音 是有重複加速的情況 代表說電腦正在持續的進行重啟 反覆做通電這樣子 所以是遇到了問題而沒辦法正常開機 那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 會造成這種情況有可能是主機板、記憶體 或是電源出的狀況 而主機板掛掉的機率比較高 因為它是某一天突然就沒辦法開機了 在這機前也沒有去動過裡面的零件 沒去插拔過記憶體 所以接觸不良的可能性比較低 那待會就會做個簡單交叉測試 看看是不是主機板的問題 接著我們先看另外一台電腦的情況 這咖機殼看起來就稍微輕潮一點 而且側板還有配一顆22公分超大風扇 性氧值滿點 不過一樣沒有做防塵 所以實用性不是很高 那這台電腦一樣是AMD的平台 從CPU散熱器上面的LOGO就很明顯了 那大致看了一下 這台的配備就沒有剛剛那台好 首先記憶體配的單條DDR2 2G 顯卡是GT210 也是比較老舊的亮機卡 然後是單顆機殼一點 沒有配SSD 整體來說就是比較陽春一點 所以這台沒意外就是跑的比較慢 但是可以開機的那台 那兩台電腦都是使用AMD的平台 對我們來說是個初步的好消息 代表說這台電腦的處理器是有可能移植了 那如果要做確認 我們就必須進一步的去看它的主機板型號 通常可以在主機板上面找到標示 像這台電腦 就是使用技嘉的M68MS2P 從官網的詳細規格中可以看到 這張板子能夠享有M3、M2 Plus以及M2三種角位 支援度非常廣 然後主機板本身有自帶NVIDIA的7205顯示晶片 從那個年代開始 就有AU加N卡的經典搭配了 記憶體部分雖然這張主機板是裝DDR2的記憶體 但它最大能擴充到8G 因為它只有兩條記憶體插槽 所以意味著它是可以裝單條4G的DDR2記憶體 雖然說DDR2 4G比較罕見 而且二手價也不算便宜 但至少AMD提供你額外的選擇 8G總比4G要好太多了嘛 然後我們也可以點選CPU支援列表 來看它最高可以裝哪顆處理器 像它就可以裝到6核心的1100T 雖然說如果真的裝上去的話 張板子的供電應該是會炸掉 但至少原廠就是提供給你這樣的相容性了 給你的Kimoji就是很爽 那開機通電後 隨著響亮的B聲 電腦順利進入系統畫面 看到畫面的耐差那 整個超級懷念的 竟然是XP的作為系統 我們頻道有些觀眾比較年輕 可能沒有接觸過 但XP在當年真的是超級有夠長壽的 從我上幼稚園的時候 一直到國小 它還是很主流的作為系統 並且直到2014年它才停止服務 總共服役的13年,超強的 從電腦管理中查看 處理器是使用XLONG的X2250 雙核心的處理器 雖然效能不強 但運行XP還算是OK的 這台電腦之所以跑得慢 主要還是灌太多後台軟體了 所以說使用習慣真的很重要 沒有良好的使用習慣 放任後台軟體自行運作 即便給你再好硬體 時間久了一樣會變慢 好,那到這裡我們已經大致確認這台電腦狀況了 接著我們回去看剛剛那台電腦 我目前的想法是 如果這台電腦真的是主機板壞掉的話 那就看CPU能不能移植 然後SSD是可以直接拿過去用 然後顯卡也可以 630還是比2100要好上一節 而且未來驅動更新 630也可以撐久一點 那要檢測到哪裡壞掉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交叉測試 看看哪個零件沒辦法順利運作 那首先我會習慣把所有的SATA設備拔掉 並且移出顯卡 看看這樣會不會有所改善 先確認不是周邊零件去影響到 那重新通電後 一樣是無法順利開機 我也是適合手上的別張顯卡 一樣是沒有畫面 所以初步排除掉是硬碟和顯卡故障的可能性 接著又換了記憶體做測試 一樣是無法開機 並且原本的記憶體拿到別的電腦上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所以記憶體部分也沒有問題 最後是電源的部分 直接用手邊的做測試 然後也是國防部黑畫面 所以89不離死是主機板掛掉了 當然也有可能是處理器的問題 但機率比較低 這裡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那處理器的型號 把散熱器拔掉後簡單清一下散熱膏 這顆處理器的型號是Finan II的X4-955 AM3角位的四核心處理器 性能會比我之前用過的X4-640要強 拿來文書或是看個影片肯定夠用 而且好消息是 這顆處理器可以裝在另外一台電腦的主機板上 從我們剛剛看到那個CPU支援列表裡面 就可以找到955的型號 能有這麼佛心的支援度 也只有AMD可能這麼做了 然後我要提一下散熱器也很佛心 同底的導熱片搭配四核熱管的規格 即便到現在來看都覺得很豪華 甚至要比現在的原廠風扇強上不少 因為現在AMD也開始call了 像上次測的APU,就只給鋁底而已 有些筆磚 所以接著我們就可以直接把CPU給裝進另外一台電腦 直接看看能不能順利開機 好,那有畫面了,看是沒有問題 而且系統運作起來 明顯比剛剛快了不少 畢竟處理器的性能是直接翻倍的 所以以目前來看,升級處理器相當的順利 接著要再把SSD還有顯卡移過來 再重新灌系統就解決了 然後因為我這次打算安裝Win10 如果只靠原本的2G記憶體 那可能會跑得比原本的XP系統還慢 所以記憶體部分肯定是還要再擴充 所以我們要回到我們的房間做採集 我記得上次同一個區塊 還有一條DDR2記憶體沒有拔 這次剛好就是2G的 直接能湊成4G的容量 剛好低空飛過 不過最近企劃把我房間的記憶體都採的差不多了 可能需要等一些時間讓它採回來 裝好記憶體、SSD以及顯卡後 我們的電腦就移植完畢了 過程中我也順便把內部的灰塵簡單清一清 讓它體面一點 這樣一來剩下的就是灌系統了 那很幸運的是通電後一樣是BG聲 那這裡因為它是老電腦,沒有UEFI 所以我們要手動將USB設定在第一開機順位 才能順利的安裝系統 不過這裡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螢幕會出現不規則的花瓶 一般來說遇到花瓶 很多人會推測顯示卡出問題 這個推論是合理的 不過這裡的花瓶大家可以仔細觀察 它並不是定點的 尤其是在移動滑鼠的時候出現 所以以我自己來看 它不像是顯示出問題 而是可能記憶體接觸不良 所以導致系統運作時出了一些BUG 所以等系統安裝好後 我會陸續插拔即時記憶體 之後就順利解決了 那過程中我也確保不是顯示卡的狀況 我也幫它清理一下金手指 順便換了一下散熱膏 然後也用其他顯示卡做交叉測試 盡可能去確認問題原因 然後原本我還遇到顯示卡驅動沒辦法安裝 後來也是插拔即時記憶體後 就莫名其妙的順利安裝了 有時候對於這種老電腦 記憶體真的是萬惡的根源 但同時也是解決問題的捷徑 反正多插拔即時 我都會遇到轉機 納到這裡 我們的電腦終於是整理的差不多了 由於處理器性能還不錯 又有搭配SSD 所以整體的操作體驗自然是很流暢 要留在網頁或是看個股票 都是輕輕鬆鬆 甚至比很多人的電腦都還要順 而且它也能跑Youtube10.5B影片沒有壓力 甚至是上到2K解析度 處理器都還可以hold住 要給長輩做影音娛樂是綽綽的語了 只要透過今天的簡單整理 就可以讓一台10年的老電腦起死回生 並且繼續為你工作 不過在整個過程中 大家可以發現 它的小問題還是不少 像是說我這次就遇到記憶體相容問題 這時候你就需要一點耐心 慢慢去糾錯 把問題一個一個解決掉 有時候結束久了 你會有一些經驗 比如遇到什麼情況 大致可以判斷是哪裡出問題 然後針對那個部位去做修正 效率越來越來越好 那今天的分享差不多到這裡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我是Huan,我們下次見,掰掰